晚安你好 蒋青梅 欢迎去锁定华视整点新闻 首先还是要带你来关注的就是 台风山陀儿的最新动态 我们来看到这是气象署最新发布的警报单 目前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 依旧都还是持续发布当中 陆景的范围是以苗栗以南 还有花莲跟台东以及澎湖地区 那我们要看到是山陀儿台风 它现在是减弱成了一个中度台风了 可是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圈半径 目前依旧还是有220公里 朝着北北东的方向来朝向我们台湾前进 现在速度还是依旧很慢 时速就只有8公里而已 那我们来看到这条线就是过去山陀儿台风 它实际上在海面上所行走的 有没有看到这一条线呢 其实很多人都说怎么它忽左忽右忽快忽慢 而且好像在玩跳格子一样 呈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行进路线呢 另外很多时候还记得吗 在昨天同一个时间 我们提到了当时山陀儿台风的强度 是已经来到了巅峰值 接着就开始减弱 为什么我们透过了呢 接下来这张图要带大家解释的最主要原因 很多人都在问山陀儿台风到底在搞什么 怎么好像是一个陀螺一样在原地不停地打转 而且强度怎么本来说会变成了强台 现在又减弱 甚至是等到它碰触到我们陆地的时候 不排出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青台呢 那我们就要从大气的环境当中 先带大家来看到是 山陀儿台风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它一直卡在安行场当中 所以它左右两边 其实都缺乏了一个导引气流 原本预估北方会有曹县系统 把它顺利的往北带 可是当时看起来这整个北方拉的力量并不够 那么山陀儿它就在原地打转 而且就吸附了能量之后 它本身又变得太强 因此当北方的力道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扯得动它 那造成什么样的原因呢 所以就是看到 我们看到山陀儿它就不断在我们家门口 一直打转一直打转 过去我们都会强调说 如果说台风它在海面上待的时间长的话 就会在海面上吸附能量 然后变得增强 确实一开始我们看到 山陀儿是有这样的趋势的 可是它有一个不同的点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它在同一个位置打转的时间太长 虽然这一块的海温依旧是28 29度 可是因为几乎啊 它停留时间太长了 所以海面上的能量都被它已经吸完了之后 它没有能量持续的补足进去 再加上北方的干空气一下来 进入了山陀儿之后呢就破坏它的结构 所以从昨天的同一个时间开始 山陀儿它的强度就开始慢慢在减弱 事实上我们看到包含了 不管是从雷达的系统 还是从卫星云图都会发现 它的结构确实开始变得比较松散 那么现在北方的牵引力道来了 可是山陀儿已经开始减弱 那么现在它未来的路径还有速度 其实各国的预测依旧会有变数 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现在世界各国 对于北方的这一道朝铁力量 是不是顺利的可以把山陀儿 整个快速的带走还是有一些些分歧 所以它的登陆时间点来说的话呢 现在都可能还会有前后的移动时间 那我们先来看到是目前现象鼠 依据了它的强度路径 还有移动速度来看的话呢 预估整个山陀儿台风虽然它在减弱 可是我们还是要一再呼吁的 就是中南部的观众朋友不可以掉进行 因为它依旧是一个台风系统 它的呢十级风的暴风圈 依旧都还是存在的 未来随着它北台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涵盖到我们的陆地上头 现在看起来的话 在今天晚间大约是呢 八点钟过后 它的十级风的暴风圈 就有可能碰到我们西南部的陆地了 紧接着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这一段时间 有可能是在清晨五点钟过后 一直到早上这段时间 它的台风中心不排除就会在呢 高雄到台南一带来登陆 当然登陆的位置 随着它实际移动的呢 路径的话可能还会有变数 那我们要提醒的是 它依旧还是一个台风的结构 一旦移上来的时候 包含了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都有可能会被它的十级风的暴风圈 所涵盖的 所以瞬间的强风的风势 依旧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现在整个各地 尤其是在西南部地区 都可以明显感受到 风真的有开始变大了 降雨的状况 同样也要带大家来看到 是雷达回波图 这个台风 因为它在我们附近滞留时间 真的是太久了 所以它的外围云系 它的外围环流 其实从星期一开始 就为我们的东半部 尤其是在台东地区 还有就是屏东地区 不断的带来降雨 最近这个小时 湿雨量最多的地方 是在台东的延平 来到32毫米 还有台东的路 也是来到了30毫米 今天早上 当它这些瞬间的强队流 移上来的时候 早上其实在台东地区 还是有造成 湿雨量超过80毫米 这样的瞬间暴雨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是 瞬间的强壮雨 还是会发生 而且下雨的时间 落得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针对了台东的山区 还有屏东的山区 甚至是在高屏 以及台南一带 都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那么呢 我们紧接从呢 接下来的三日累积雨量当中 要带你来看到 这个台风影响我们 从星期一到现在的话 整个累积雨量图当中 很明显 你会发现到雨几乎全部 通通都是炸在台东 还有呢 就是屏东 尤其是山区的部分 以及呢 花莲部分地区 都是呈现这样子暴状况 那么现在的降雨 其实也慢慢的呢 往整个的南部地区来移动了 那么如果说是以呢 这整个的累积雨量 直来看的话呢 台东进风 这地方也就是金针山的侧站 现在三天下来 累积降雨已经突破 一千毫米了 其中呢 其实光是在今天 就下了超过六百毫米 紧接着屏东的春日 台东的碑南 台东的太马里 还有达人 其实都是现在累积雨量 比较多的地方 接下来降雨区块 会如何变化呢 我们透过了雨区预报图 带你来看到是 在今天晚间之前 其实降雨依旧 都还是以台东 以及恒春半岛为热区的 南部地区的话呢 雨势也会随着台风 逐渐的呢 在往北台 台风中心靠近的过程当中 降雨也都会变得比较明显 到了晚间开始 一直到了明天清晨 这个时候 其实呢 整个的十级风的暴风圈半径 可能就已经慢慢开始靠了过来 所以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 在西南部地区 尤其是沿海一带 率先会开始感受到 整个降雨都是明显的累积开始 那么呢 在北台湾 基隆北海一带 降雨也会增加 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呢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 依旧都还没有停歇 南台湾同样都还是雨势很明显 这个时候 台风中心可能已经在我们的陆地上头了 那我们看到 全台各地 其实雨势都会变得明显的 到了明天晚间开始 台风呢 其实看起来 它未来呢 一旦登陆之后 它的整个结构会减弱的非常的快 它将会在我们的陆地上减弱成一个青台 甚至最后可能呢 就会在整个台湾上空消失 成为了一个热带新低气压 可是随着到时候 东北风吹下来 北部地区的话 要小心 可能呢还是降雨的都会比较持续 风也不会停歇这么久 还要提醒大家 就是风力的变化了 因为紧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下午的话 台中以南地区 其实都是强风带 都有机会出现了 十级以上的强震风 那么到了晚间开始的话 其实不只是在中南部地区 还有包括整个桃园以南地区的话 瞬间的强震风都有机会会出现到 十级以上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尽管这个台风 看起来是在减弱的过程当中 但是它依旧威胁着我们 它的风跟雨依旧都还是会侵袭到 我们尤其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千万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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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